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首先带来宽到花莲荣誉民国民之家 31号在花莲荣誉民中正堂举办了庆祝70周年嘉庆活动 退伏会主委冯世宽,县长许正伟,贵宾也都到场庆贺 现场精彩热闹的表演节目,让荣誉长者们充分感受到庆典的喜悦 花莲荣誉民国民之家31号在中正堂举办庆祝70周年嘉庆活动 花莲荣誉民家族人张道初表示 秉持着著名实际需求规划专业个别化照顾服务 策划引发族、数位学习课程以及多样团康活动 增进社会互动的连结,促进著名的生活、生理以及社会均衡发展 达造快乐、健康、幸福、高龄、友善的健康家园 另外我们花莲荣誉民家在配合政府的政策 農家正在积极推动世代共农、老幼共学、轻盈共居的环境 而这一块,我了解县长也是很重视的 正在县里面也都在推动的 那農家在去年成立了职场互助教导中心 30个员额不够 经过反应以后,现在又增加18个 那18个在今我们开放暴民全部秒杀 此外,我们農家也会主动在家庭化、社会化 我们也主动的邀请大专宴校、学生、孩童 所以今天在场的,有我们国小的学生、复兴国小 有我们美伦国中、有我们花莲高中 我这边也是非常向各位同学能够质疑,感谢你们 现在许中会感谢荣民长这门对国家的贡献 为此向大家致意 我想荣家70年生日快乐 这点点滴滴的累积 从荣家到现在整个大蜕变转型 有很多很多人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 我记得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照顾中心的这个成立 也是在我们周新国我们的这个周家主任的时候 我们旁边有一个照顾中心 那这个另外跟我们的方林五医院 让他能够来到我们荣家 来为长枕、来救济、来诊疗 也是整个卫生局和我们国防一起来努力 在这里我真的要谢谢我们这一次 我们现在的花莲县的长照2.0 已经覆盖率到99.9% 等于说我们要谢谢的非常多人 第一个是整个医疗体系 整个像门络 整个医疗体系以及巡回医疗 再来就是谢谢钟小神的诊所 分布在各乡镇 成为我们所有医疗体系的手脚眼睛 还有卫生所 诊所卫生所 这样子整个粘开以后 诊所的医生出诊到到宅去服务 这也就是为什么 花莲县南北如此狭长 我们的医疗可以达到偏向 可以达到灼溪 可以达到风铃 所以要谢谢强大的医疗体系 以及强大的医护人员 更要谢谢我们很多的志工 好朋友 一起带给我们 大家一起开心快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不要快乐每一天 要不要 大家大姐 我们要不要快乐每一天 天天唱歌 好不好 行政院国军退出一官兵 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冯思官表示 30号来到农民之家 和长者们共餐 来实际了解大家的生活 在照顾上 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花莲农民之家同时 邀请花莲县花样舞蹈协会舞蹈团 复兴国小美容国中 国乐团来进行演出 热闹精彩的活动 让农民长者们能够乐开怀 记得继续观众